吴亦凡被拘捕之后有关他的消息也是成了网络热点 当然现在最后悔的肯定是吴亦凡的妈妈了 他肯定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会违法犯罪 现在估计肠子都毁清了 根据现如今的最新消息 吴亦凡的母亲这段时间仅仅休息了15个小时 每天都在忙吴亦凡的事情 而吴亦凡的新生父亲也是赶到北京 希望能找个好律师给儿子打官司 吴亦凡的父亲可不简单 那绝对是高级知识分子 据悉父母离婚的时候 吴亦凡的老爸曾经提出去看吴亦凡的要求 但是被他的母亲给拒绝了 这着实让不少人意外 所以吴亦凡的成长几乎都是在妈妈的呵护下成长的 并没有受到过父亲百般的疼爱 当时他妈妈不应该阻止他爸爸看他 那必定是他亲爸 吴亦凡的父亲看起来就是好人 就单纯的说哪个年代能统一妻子离婚 并且带孩子走这件事来看上个好人 在那个年代离婚是个大事 曾经从小被母亲溺爱又缺失了父亲 作为榜样的引导和纠正 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他的人性 单亲家庭尤其是母亲代达真心非常成问题 抗压能力差 不懂得如何从一个男人的角度对待朋友 同事女人家庭缺乏安全感 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外表强硬 内心懦弱 物以善小而不为 物以恶小而为之 如果吴妈妈能从小又用这句话 教导儿子的话 那吴亦凡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先天条建筑 可以在事业上走得更远 父母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 只是在纵容孩子 那么终将彻底毁掉自己的孩子 娱乐圈的乱不是表面那样 吴亦凡是被曝光了 每路可走了而已 前面那么多次都逃脱了 以后明星再遇到类似的事 估计都会稀释宁人 不会这么硬刚 只会越来越隐蔽 不会那么容易被发现 被曝光 吴妈想学同性 秀波凶的办法 拿到对方收款的证据 然后告对方诈骗 然后把对方送进监狱 所以才必须报警处理 没想到中途插了一个两头片的 把事情搞复杂了 吴被抓的核心不是吴妈报警 事物早已经突破了法律的边界 被抓是早晚的事 看来教育很重要 需要双方的付出才行 如果只有母亲的庇护 没有父亲的指路 再优秀的吴亦凡也会迷茫 你认为呢 你觉得吴亦凡很优秀吗 他学历才高中毕业 演戏不行 唱歌不行 靠的是他的背景妈妈 所以说龙游潜水遭虾戏 虎落平阳被犬欺 得知猫儿熊过虎 落毛凤凰不如鸡 估计这次吴亦凡算是彻底 知道了什么叫人生低谷吧 近期有网友发帖爆料 吴亦凡已经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这两天还有新的人证无证出现 很多人都开始出来指控他 目前吴亦凡已经不能离开内地 出入都已经被限制了 对于吴亦凡被限制自由 仪式很多人都表示希望是真的 还有人称争取早点给他送进去 由此可见 吴亦凡在网友的心目中 已经形成了无法翻身的形象 毕竟欺骗女生的事情 根本无法原谅 此外有人曾爆料 吴亦凡已经进去了 并没有得到证实 如今又有人透露 吴亦凡已经被限制了自由 看来这件事情并不是空穴来风 如果吴亦凡没有事情 也不可能会有这么多人 透露风筝 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 此前暴躁小当曾透露 自己已经去录了口供 他也去指认了吴亦凡 相信事情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都美猪的大号在近日晚上发声 配文心若向阳无畏悲伤 似乎是在给大家透露好消息 虽然什么都没说 却又像是什么都说了 而且他还晒出了自拍照 看上去心情大好 满脸笑容 红光满面 杜美猪的小号也发布了一条 令人寻味的动态 愿一切顺利 似乎就是在说吴亦凡的事情 看来他应该是听到消息了 近期有网友发帖 自己吃到了一手大瓜 吴亦凡这件事情牵扯了很多人 并没有那么简单 那些和吴亦凡有过来往的人 估计都要查 网友也表示希望大家不要乱猜 毕竟这件事情还没有实锤 有人透露如果这件事情曝光出来 娱乐圈估计会引起轰动 根本就无法想象 如今只惩罚目前这个应该不会 暗指吴亦凡事情还牵扯到了其他人 如果只惩罚吴亦凡并不会引起轰动 自从上面通报吴亦凡的事件后 他一直都没有露面 吴亦凡方面也没有任何消息 如今网友透露 吴亦凡已经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看来他现在哪里也去不了 只能待在家里 虽然还没有进去 如果证据充分 估计离进去的日子也快了 都美竹后面的料虽然没有爆出来 还是把吴亦凡捶死了 现在的他已经彻底难翻身 还要面临巨额赔偿 现在的吴亦凡处境非常难堪 搞不好还要吃牢饭 原本可以和都美竹私了 最终赔上自己的事业 吴亦凡事件在近日通报之后 瞬间引起全望哗然 时至今日依旧没有要停下的意思 已经有种蝗虫过境 寸潮不生的感觉 粉丝想捍卫自己的爱豆 已然是没有机会了 因为这次直接出手 将吴亦凡从网络上 直接抹掉痕迹的样子 古诺牌效应开启之后 就停不下来了 近日的晚上 刚才通报出来后的24小时 吴亦凡再次发生了 刷新娱乐圈的消息 社交平台全部被封掉了 不只是粉丝5000万的个人账号 工作室微博音乐作品 接连被下架 经过一晚上 发现不只是这些发生了改变 是全网基本覆盖了 所有社交平台的账号 全部被封禁了 主演的影视作品 直接在演员列表里面除名 变成了一串数字 1337000 让很多网友猜测 这么大的宗座 这串数字是不是吴亦凡的求号 网友这脑洞不得不服 其实不是 这只是豆瓣平台上吴亦凡的ID 现在不让显示名字 一部作品不只有他一个演员 所以只能将他用代码代替了 吴亦凡事件的严重程度 已经超过了正常吃瓜 可以想象的程度 按照过往被牵扯的人 最多就是被网友骂两句出出气 过段时间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照常营业 但吴亦凡这次似乎不是 五年前力挺他的是三个人 马薇薇发布声明道歉 并宣布退出娱乐圈 66发布了道歉之后 网友也不买账 最后两个人的账号也被封禁 只有苏盲的社交账号 仅被禁言处理 但是再看他的金句 没有66和马薇薇的那么三观扭曲 所以才会躲过这一劫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 官方这次确实将吴亦凡当成了一个典型 并且从他的身上作为突破口 深挖背后的商业运作模式 三个五年前的人都没有被放过 更何况是曾经和吴亦凡合作过的 影视作品背后的大佬 最为出名的就是吴亦凡背后的金圈大佬 都知道演技不杂样 参演的作品绝对能称得上是上上之作 徐克岛的西游祥末片 周星驰的美人与管虎的老炮 徐静雷的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现在再看看这些大道管虎周星驰 张国立徐静雷 对吴亦凡的点评已经不是碰杀 而是睁着眼说瞎话 现在看看曾经用在他身上的词 干净巨星天资榜样都好讽刺 戒掉这个面孔的就是都美竹 全社会都要感谢他 如果不是都美竹在圈的庇护下会徨扬更久 除了五年前的力挺的马维威 溜溜素蒙受到牵连外 曾经力捧吴亦凡的人 似乎都受到了牵连 冯小刚缺席了8月1号举办的 Frist青年电影展 关虎也将微博设置成了半年可见 吴亦凡的好友Jerry 清空了微博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